詞曲 李宗盛 這就是形成兼備的狀態 這也是另外一種光線 就是說土靈 在科羅拉多西部鄉城堡一樣 這也是特殊的強烈的光線 這是假錄的 一般人看不到這個光 而且你們發現這個地方有一個 好像在雲在走 洞 實際上是什麼你知道嗎 沒有 車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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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不讓我們停下來看 開得特別快旅遊車 就對著車窗盤 好在這天沒亮 這邊沒有光進來 那邊過來的光 拉出來的線 這種線反而有意思 不過你下車盤 恐怕也達不到這個 洞跟進的那種對比感 看他把這個車趕走的那個 所以有時候外大增長的東西也有 現在有一種拍法 加上濾鏡 然後三十秒鐘雲再走 對 那叫岩石神 那是科學辦法 我們土幫的辦法 有時候你自己想 當拍的時候我就完了 這照理肯定不行 拿出來看還比靜態看得還好 這些聲音手段 那麼 四種女臺講完了 聲音員的 他應該追求什麼目標呢 就是 最目標就是說 第一的在技法跟技巧 沒有硬傷的體質上 都是第一的 我們拍照片 就是說你基本功不行 你再有女臺也不行 達不到 我們寫作目的呢 第一要追求 表述內容 沒有實物 沒有奇異 要準確 第二 鮮明深動 引導著者 準確理解 欣然解釋 看照片 願意把你拽進去看 這是我們最終目標 怎麼樣 達到這個目標 是不容易的 真不是故意的 生活裡真發生在這樣 他竟然這個話沒錯 但認識不當 從小就相識 從小就相識 從小便相識 這奇怪 這個 做三地化人 都因為這個 大變情更濃 是不容易 我懷疑他是故意怎麼出 不會 故意故意上下來了 我懷疑不會吧 真的是 我懷疑 我懷疑 這個標語肯定是故意 都在拿 對 因為網上還有其他的事 然後去聚會也是這個標語 是吧 那我懷疑 我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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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這樣 真是這樣 那其他的事情 又不敢說 其他事情 又不敢說 這個也分不雅 小便大便 故意拿出嘴頭的 這是文字上的錯誤 用詞不當 產生其他的作用 拍照也會產生這問題 這個我認識 電視圈那個 導演去雪山 結了婚拍了 生老兒子拍照 他把他放過來 我一看 這是恐怖片 我在那邊 他老婆給他按摩 他這樣手就翻過來 是故意的吧 對嗎 絕對是故意的 對 故意的 沒想 沒想 兒子在石頭上一把 因為拍的人 是一個不輸電影學的 他老婆 他還放了好多張 其中一張這樣 如果故意的話 可以搞笑好多張 這就是 符號不對了 手上 亂一個頭的時候 真恐怖 所以我們闖著的時候 就要追求三個城市 第一個 表演 表意 要準確 選擇符號 特別要準確 才能整確到 反應時代 反應這件事情 這就是我們俱樂部的 导入 導入 現在沒來 這是一個優秀學生 經常能夠 咬文決定來的 古詩詞 有文化 還有技術 他回國派對導演 被選中了 全國華僑影像 影展展的展租 這個呢,他找到一個符號很準確 就是現在到了電腦時代,IT時代 挖了書,紙質產品沒人看了 論境外,實際上這是一個時代的進步 也是一個時代的複雜 所以他找到了一個這個東西 五十五塊已經這個牌 這符號非常準確 這張照片,再過幾百年還有價值 一個時代的轉化 找一個符號也很準確 一個在恐怖分子協議的廠 一個國外記者拍了一張照片 兒童笑話也很恐怖 他找了一個玻璃倉上的內文 這張都是圖像符號找到 就像我們拍梁柱一樣 找到長題、十四字、針結牌籠 就去找到圖像有說明的東西 找到了就能夠把時代的東西 歷史的東西 股市的內容整卻傳了 就很準確 找這個東西不是說起來很容易 我就舉兩張 就中國最高手的兩個米金 同時在查 拍了兩張照片 就差不到一秒鐘 看出來了嗎? 看出來了嗎? 毛澤東 看出來了 看出來了嗎? 對 就跟康姆的手稍微差一點 他也很有名 牛文魚也很有名 這兩個差不多齊名了 當時都在中了很 這張後來是全變全世界了 這張照片後來就沒發表他 我今天在中了 我到底哪一張拍前 哪張拍後 我看了半天 我都不敢判斷 你們猜在哪個前 哪個後 我估計是牛文魚晚了半秒鐘 因為拍照肯定大家對著鏡頭 拍完以後 人們兇死了 有人可能跟毛澤東打招呼 或者一回頭 他恨不下 還有的是先到了位 有人打招呼 我後來就把他們叫過來 看啊拍照 反正千萬不會差幾秒鐘 這事情 就這個符號不準確 就可能意思就不對了 至少這個全世界人民跟中國信念心 這張照片很濃 很激重 這張就閃掉了 所以很可惜啊 這張照片 就是兩位老太太 現在都是九十多歲了 不過現在在病床上 插到保兒育 就沒法動了 第二呢 要要自歇明 因為準確 一是不要走樣 這雞不要做到 不要說 一個事情變成 另外一個理解錯了 第二呢 就要找到 就是我 你這個照片裡 最重要想說什麼 不要東西都進去了 不知道你藥靈裡頭的 其中 重點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 不能落立法術 什麼都有了 但是呢 也不知道你是 究竟想說什麼 比如說 跟人家談話 跟你講了半天 你昨天再見我 你今天跟我談話 目的什麼 我不知道 你經過了好多時間 像你心中有一個動機 跟我講一個目的 這個動機要讓人家體會到 那麼這個體會到 還是不能說 直白地說 我今天要跟你借錢 對不對 這個就不技巧了 我講了半天 就是我昨天上街 買這個東西 很貴 但是我沒帶錢 我這個又要錢花光了 那我體會到 你跟我要借錢 不能上來 你給我點錢 就 這不叫藝術 是吧 又要用藝術的明朗主題 鮮明的表現 左轉大 闖著意同 這樣造型 到底為什麼要派 還有一個審慰判斷 就是說你對裡頭 喜歡什麼 不喜歡 帶領一個感情的色彩 讓讀者受眾 得到很清晰的印象 因為造型容量很小 你很多信號進去 就不清晰了 然後我們大家去拍過一次那個老馬 大家拍去了 這樣 我現在拍了好多張 不是一張就成功了 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這裡頭有一個 鮮明的問題 從到位到鮮明 拍老馬沒錯 馬就拍早了 對吧 也很雄偉這個人 那這個到底拍他幹嘛呢 就是說 力度不夠第一張 A呢 就力度不夠 造型太簡單了 到那時候黃空 那時候陽光已經下去了 就是說 這張照片 就是說 對象明確 但你為什麼拍過 我是非常不一樣 第二張 晚上出來了 路燈也開了 那張照片 幹了很亂 拍的時候 事實上 比較混亂 為什麼呢 他拍得早啊 求多 這裡頭有一個 我的矛盾心情 一個像有前景 一個呢 這個建築 大家知道 這個雕塑 是一個中國人設計 是一個中國雕塑家 他那個設計稿裡 有一個意圖 後頭有一個 這個東西 看到沒有 一座山 開了門了 打開了 他這個老馬呢 是從這兒衝出來的 打破了 美國那個 過去政治上的進步 打開了一個缺口 往前走 所以我覺得 這個很重要 要把這個放進去 前面有前景 按照聖場 一層一層 空間感 可是你思想裡頭 動力太多了